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淘寶的小食物 大家都知道我自己什麼都會在淘寶買的 食物都一樣的 冬天的時候我會偏向一些毛毛、波波、絨毛的質地 或者深色一點的 來到夏天就會偏向一個小清新的路線 顏色方面會多一點,不會太沉悉 物料也會輕輕一點 或者會透明感多一點 還有我會分享不同價位的食物 有些是中價或是便宜到你不相信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吧 一開始就想說一下水晶的手鏈 如果你有看過我Instagram的分享 雖然我很少更新的 但我也是會更新的 如果你有看過的話 就會看到我最近都經常戴著這兩條水晶鏈 這條比較粉色系 就會是摩根石 就會有粉藍、粉紅、粉綠色 另外這條是藍晶石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會是一個很神秘、很漂亮的藍色 還有它會有一個六角形的銀色框 在雙框裡面放了一顆月亮石 如果你問我這些水晶有什麼功效 我答不到你 因為我覺得它很漂亮 特別是這條藍色 其實它是沖著繁高的一幅畫 星夜 我自己是很喜歡那幅畫 所以我自己因為這個原因買了這條鏈 我自己戴上去 尤其是淺色摩根石這一條 其實我外出是真的被陌生人問過 這一條在哪裡買 是不是很貴 是什麼石 真的很粉嫩 超級無敵 襯下天 例如白色衣服、背心、郊外、野餐 這條都是很合適的 所以我也推介大家 不過這兩條的價格比較高一點 你當是買水晶 本身不是很便宜的東西 它是大約130人民幣左右 一條 然後想說幾年 耳環就留到最後才說 因為真的很多都想跟大家分享 我很喜歡在淘寶買耳環 這一條是一個玫瑰金色 它是一個深深型的框 它不是一個很滑的深深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比較起覺的深深 它是有一點厚度的 不是那些很薄很飄的 這條我也是經常戴的 因為我覺得它不算很誇張 但是又不會完全沒有存在感 之後你穿正式衣服的時候 戴下去的可愛感是可以增加很多 所以我自己穿一些隨便衣服的時候 都很常會戴到這一條 然後就到這一條超級無敵的色 超級無敵小的小轉項鍊 它真的比較低調和不顯眼 但是譬如你有一陣子上班 或者你穿一些衣服 是不想有太浮誇的食物 但是又不想胸癢癢的時候 你戴它呢 低調得來也有一點東西看的 之後就會一個長條形銀色的項鍊 這一條就會比較鎖骨鏈長一點的 銀色的項鍊 譬如有時候你穿T恤牛仔褲 又不想特地戴玫瑰金 又會覺得太女性 我覺得戴一些銀色的飾物 就會讓自己有一點個人的風格 對 雖然是很普通的 但是有時候比起T恤牛仔褲 會多一點東西看的 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如果你問我最近我最喜歡哪一個項的飾物 我一定會回答你 是這個 這個紫藍色的絨面星星石的Choker 它這裡做了兩條分岔的效果 基本上你在街上 我都沒見過人和我撞款 然後我的朋友都會問我去哪裡買 比起我們平時戴開的黑色 無論你怎樣的風格也好 你都不夠這條紫藍色的眼睛 我真的覺得這條很漂亮 超級無敵的喜歡 接著就到耳環了 耳環我自己是超級喜歡在淘寶買 因為他們的質素是非常好 除非是一些名牌的耳環 我會在專門店買之外 很多時候我都會在淘寶買 第一對想分享 就會是一個藍色釣豬豬耳環 你會看到戴上去都不會釣得很厲害 感覺上都很清新 而且這些是很適合夏天的季節 然後戴的 因為其實夏天我經常會穿白色的上身衣服 無論背心也好 T恤也好 如果有時候會怕太平衡的話 都會戴上一些有顏色的耳環 去做一個配襯的 如果你說你喜歡定下來的耳環 我還有一款是差不多顏色的買了 不知道就算我剛才這麼近 你們會不會看到其實它不是一個普通淺藍色 它是有一點點花紋、雲石紋 然後少少通透 又不會完全透明的感覺 但這些比較長的耳環 特別是動動動的時候 基本上是很令人注意到你有大度耳環 就不會很低調那種 但因為它那種顏色是比較清新 都不會顯得很逐氣 所以有時候你穿這些一字博 或者你摘起頭的時候 你戴這些耳環都蠻好看的 然後同一間店我還買了這個 綠色的一些透明玻璃珠珠耳環 因為它做了一個兩邊不是平衡的設計 如果其實兩邊都是平衡一樣的話 我自己覺得沒那麼好看 反而這樣兩邊不平衡 我覺得看上去是比較好看的 然後就到第二間店 這一雙耳環是我這麼多雙耳環 我想我都算最喜歡的一雙 它是一個紫紫藍藍色的水滴型珠珠 然後它會做到好像一條鏈一樣 戴進去的時候 自己去調整你想要的長度和平衡位 我覺得戴了這雙耳環之後 是超級有氣質 然後是女神風 沒錯 我真的覺得這雙耳環是超級漂亮 它那個水滴的形狀做得很好 然後它的質量和質感都非常好 我真的很喜歡這雙耳環 同一個戴法 我也買了另一款是比較可愛的 就是一個蟲果和蟲鼠的組合 所以有時候這些不是卡通的 但是是一些動物系 都可以讓人顯得有些可愛的 還有這一種鏈的耳環 可以自己去調整長度 因為每個人的面型都不太一樣 我自己覺得在下巴上少少這個位置 就是最適合的 所以有時候你自己可以調整 我喜歡長一點 我喜歡短一點都可以 我覺得比較flexible 然後同一間 最後這一款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 氣質海島風 就是一些珍珠和背殼 這種戴上去之後 就非常適合去一些海邊 或者去旅行 這些季節去一些 比較陽光與海灘 都很適合的一個耳環 然後氣質型的耳環 還有這一雙貓眼石的白色耳環 這一雙耳環 就沒有剛才那些那麼好看 但是它低調得來 也不會逐氣的 它不會是那些太小的耳環 也不是一些大到浮誇的耳環 我覺得它的大小剛剛好 特別是我這些耳珠的人 如果我帶到太小的耳環 其實看上去好像一顆鼻屎一樣 所以有時候我帶耳環 也希望帶回一些 有東西看的耳環 如果你嫌我剛才說的 都是太girlish 或者覺得 我更想要一些簡單一點 這一款也很適合你的 這個圈圈耳環 是比較日常 比較簡單 簡潔 看上去也不會太過女性化的耳環 重點是 人民幣兩元也不用 人民幣 所以這個是 基本上你買回家 突然間那天想不到配襯 但是很想帶耳環 又不想特別配襯的話 帶這一雙就會冒死了 兩元而已 之後我講的耳環 都會是來自同一間店 然後這間店是一個 視頻 它介紹給我的 它的特點是超級便宜 對著耳環 都是不用五元人民幣 就買到的了 真的逛街 跌散 都跌了 就已經可以買到一雙耳環 我記得買了一大雙耳環 都是二十元左右 這裡兩雙都是同一款 我自己有選擇困難的 不知道買哪一種顏色好 所以三個多便宜 我就買了粉紅色和蜜水藍色 兩種顏色戴上耳環之後 我覺得藍色是比較姿勢一點點 然後粉紅色是比較青春可人一點點的 就很 depend你那天的配搭 穿什麼衣服 什麼風格來定的 我真的覺得兩個都很好 就算現在叫我選擇 我也不知道選擇哪一個好 之後我就買了一些比較誇張一點的 就是一些木質的耳環 其實我自己是比較少戴這麼大的耳環 但是我有一陣子又覺得 整天帶來帶去都是那些風格 很悶 既然它這麼便宜 不如買多些不同的風格回來 看看自己能不能拿到 我覺得我戴上去之後也不錯 其實這樣看上去也挺漂亮 我覺得浮誇得來 又不算很誇張 很重要 它的大小也是乾好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 到三個人 令到我的臉好像有點尖 好像也不錯 另外我也買了一個 比較彩色一點的 流蘇蘇耳環 這一種的流蘇蘇耳環 我覺得很適合一些民族風的衣服 夏天也是很適合一些 顏色多姿多彩一點的耳環 這一種也很適合 我覺得這樣戴上去也很漂亮 但是看上去也很適合我的年紀 它不算很成熟老成 但也不會太美女的感覺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耳環 然後是一個比較脆怪的耳環 會有一個燈泡型的 這個燈泡耳環會比較乖 有時候穿一些很隨便的衣服 也很容易可以拿到 也不會太過女生 而且別人看到的時候也會覺得很可愛 這個耳環的感覺 我終於分享了我最近買過的淘寶小飾物給大家 這條影片應該也挺長的 我想 很感謝大家的耐心去看 還有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是吧 如果大家有興趣參加我 慶祝2,000訂閱的一個小型Giveaway 就會是這兩個Colourpop的Eye Shadow Palette全新的 你們就要留意我的Instagram 和化妝素那條影片 就會知道參加辦法參加詳情 記得多點參加和支持我的頻道 那我們再見 Bye Bye 我愛你 我愛你